清凉月昔,游水皆寒, 功德云,而无山不带, 香香渡河,一举鸿鸣超恶事, 家灵初却,清称家号鸭群鸣, 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你们大家很了不起,都看书, 都背起来,是不是? 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 中风果是要为我们说明一桩事情, 哪一桩事情呢? 就是念佛法门的感应道教是不可思议的, 是讲这桩事情, 那什么叫做感应呢? 这个道理很深哦, 在这个地方啊, 需要给大家简单来说明, 我们今天啊, 镜中之庙, 庙在哪里呢? 完全是靠什么呢? 我们念佛法门呢, 他的之庙, 庙在哪里? 完全靠在什么地方呢? 靠哪里? 完全靠行啊, 行持的行, 就是说你肯念, 你真的相信, 真的相信有阿弥陀佛, 真的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 你肯发愿啊, 这个叫行持啊, 如果你今天真行啊, 那你今天所念的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他就起感应了, 他就起感应了, 特别是现代的人, 如果他没有感应了, 他不相信了, 对不对? 你看很多人到这个寺庙, 带着这什么心态? 我来拜佛, 希望佛能够加持, 如果他在这个供养三宝的时候, 获得这种三宝的加持, 供养感应的话呢, 他对这个三宝非常的信心, 如果他在供养三宝的时候, 他没有获得这种的感应, 你看, 他对三宝会恭敬吗? 不会耶, 你看我过去小的时候, 我的母亲啊, 她最崇拜的是什么? 观世音菩萨 她为什么会喜欢观世音菩萨? 因为她很多次, 都获得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 所以无论人怎么劝导, 她从来不怀疑的, 我们也是一样嘛, 那今天我来问大家, 什么叫做感应呢? 什么叫做感应? 从我们眼前日常生活, 这种事情来看, 我们每天要够生活嘛, 对不对? 如果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你的烦恼轻了, 你的智慧涨了, 你的智慧涨了, 无论, 在顺境, 在逆境, 在善缘, 在恶缘, 你那个身心啊, 都非常的安康啊, 非常的健康, 而且, 无论在什么样的地方, 在一切处一切时, 你那个心非常的自在快乐, 自在的安乐, 这个就是感应, 当你有这种的心态的时候, 你依到这些恶缘, 善缘, 顺境逆境的时候, 你会应付得什么, 非常的体贴啊, 应付得非常的自然, 而且显出来的, 处事待人就都是非常的圆满啊, 这个就是感应啊, 你看我们现在, 一到逆境的时候, 一到恶缘的时候, 一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 一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人, 学人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你要应付这样的事情, 你要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你能够自然吗? 你能够很自在的快乐幸福吗? 有时候当这个境界来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应付不了, 起烦恼啊, 甚至起了称慧心, 起了一个基督的心, 来面对这个事情的, 现在的人很多啊, 你看有一些人, 一到事情的时候, 越应付, 越来越糟糕, 本来小事, 越搞越大, 本来是没事, 越搞越乱,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念这句名号, 没有获得弥陀的加持, 那怎么感应呢?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 身心的安康, 身心的安乐, 起码, 你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的家庭, 是美满的, 你的事业是顺利的,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好处, 念佛的感应啊, 念佛的人如果连这个都得不到, 鸡毛小事能够得不到, 那大事就不用讲了, 什么大事呢? 我们今天念佛就是大事啊, 什么大事? 成佛大事吗? 成佛就能够解决了, 何况这些事情呢? 所以你真正学佛, 你真正念佛, 确实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应, 第一个感应是什么呢? 你的烦恼真的是轻了, 你的智慧慢慢的增长, 这个是从我们眼前所看到的, 在日常生活, 处世待人俱悟, 我们所得到的, 真正念佛的好处在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 他一生不求长寿, 但是你看到现在九十多岁了, 还在表法, 他不求长寿, 你看, 而且算命先生跟他讲, 他的算命好像到五十多岁, 四十几岁嘛, 你看, 到四十几岁的那一天, 你看, 生了一个大病, 关门起来, 一生一意念佛, 求生西方, 隔天没事, 你看到现在长寿, 这个就是念佛的感应, 很多人生病, 而且也很严重的, 病就好了, 这是念佛的感应, 你看那个了凡世讯, 了凡世讯求公民, 求福贵, 求儿女, 他从来不求长寿的, 他的算命, 算命先生, 孔先生给他算命, 到几岁? 五十三岁啊, 活到几岁呢? 七十四啊, 延长几年? 二十一年耶, 他不求耶, 在这个世上很多, 求长寿的人很多, 不求长寿的人也很多,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 功德而所成就的吗? 这个是从我们眼前所看到的, 如果更深一层来看呢, 他根本把这个我已经忘了, 你这个我也都不存在了, 哪来有苦乐的这个道理呢? 没有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了解, 念佛的感应真的不可适宜的, 但是你要用什么心来念佛呢? 这就是这个道理啊, 一般都可以挣托闹 rest了, 我们的意义, 我们的意义, 我觉得有些地方, 我们的意义,